春日生活打卡季,春日生活打卡季在闪耀的荧幕之外,明星们也有他们的家庭生活,他们的喜怒哀乐。 近日,冯绍峰在一次新片交流会上聊到了自己的五岁儿子,情感波动之大,竟让他的眼眶泛红。 这位荧幕上英俊的男主角,在谈及家庭时,展现了另一面的温情和脆弱。 在公众面前,冯绍峰总是那个自信,阳光的形象,然而提及与儿子的互动和家庭生活,他展现出了一个普通父亲的一面。 在新片交流会上,他不仅了解了作品,更是分享了对儿子的深厚情感。 那一刻,他是一个普通而又真实的父亲,而非仅仅是一个明星。 冯绍峰与赵丽颖的婚姻曾被无数人祝福,然而这段关系仅维持了三年, 便走到了尽头。 这背后的故事,只有当事人最清楚,但这无疑给冯绍峰带来了不小的情感冲击。 在交流会上,他虽未直接提及这段婚姻,但关于家庭的话题, 无疑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。 明星们的生活,总是伴随着双重性。 一面是美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明星,另一面则是生活中平凡的人。 冯绍峰在交流会上的表现,给公众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, 一个父亲的那面。 这种展示,让人们看到了明星也有他们的脆弱和情感。 他们也需要家庭的温暖或支持。 在娱乐圈这样高压的环境下,明星们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,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。 冯绍峰的情感流露,反映出即使是明星, 也难以免俗地面临着人生的各种挑战。 他们也许在舞台上光鲜亮丽,但在生活中, 他们同样需要面对情感的波动和家庭的责任。 冯绍峰在新片交流会上的真情流露, 提醒了公众,即使是常常站在聚光灯下的明星, 也有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他们的生活并非总是光鲜亮丽, 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和挑战。 这样的情感表达, 让粉丝和观众感受到了明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, 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。 作为一个父亲,冯绍峰对儿子的爱充满了细腻和深情。 这份父爱, 无疑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 在讨论他的新作品时, 他能够将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儿子身上, 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家庭人的责任感和爱。 这样的情感展示, 让人们看到了他生活中的另一面, 更加全面地理解了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多重身份。 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婚姻虽然结束, 但他们各自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, 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, 仍然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